去隔壁小区摆个摊 是这样的体验 酱香饼 真的假的 免费说我喝个窩子遗产 没问题 你就去你们小区摆摊嘛 帮在我身上啊 我做点事啊 你儿子今天非让我去隔壁小区摆个摊 还点名为我做酱香饼 酱香饼最关键就是那个酱 刚好我有自制的黄豆酱 淹了三周的酱香味正浓郁 先用料理机给它打碎点 我的秘质酱分两步 先用A组调料加水搅回均匀 再把B组调料大火炒香 然后再把A组调料汁倒进去翻炒 关火再加芝麻 哇这个酱 完爆学校的路边摊 那饼就简单了 我们北方人做面食啊 那都不太怕的 做饼的面全靠一个饧子 饧够时间 它才能有足够的延展性 抹个油揉光滑 擀成一张大圆饼 因为咱是要摆摊嘛 所以得需要一个大好擀面杖 擀成一张超大的圆饼 那家乡饼还有一个核心是油酥 就是面粉和手油混合在一起 刷到这张大饼上 刷均匀 然后给它平均切成 八减一份 留一盐大的 小的一层一层叠起来 留的那盐大的裹住它们 再醒个一刻钟 继续擀薄 要抹点油防粘 这次啊 要擀成一个巨长的长饼 再用擀面杖 从一头卷起 一定得多抹点油防粘 卷的够长 才能堆出够多的褶子 那接下来就可以烙饼了 这个饼啊 要一边放一边堆褶 然后再把褶子捋一遍 铺平均点 就可以盖盖子焖了 也就六七分钟 好香啊 褶子貌似很不错啊 这面已经烤脆了 给它翻个个 哇 天真好脆啊 翻过来就可以刷酱了 这个缝隙里啊 一定要得刷到 哇 这香的 我都馋 最后再撒个芝麻 关键是葱花 一定得多多的 这画面 好像春天的大地复苏啊 我都迫不及待的要切了 闻着真的是太香了 据说酱香饼啊 是湖北恩施 土家族的一个小吃 哇 侧面好多分层 那口感啊 是香脆甜辣 为主要特点的 就真的 不外脆里软 嗯 绝了 不过传到北方来 自然会被改良一下子 改良后的面 擀成两张饼 一张刷上油酥 两张叠起来 再擀成长饼 这个面啊 就能擀得更薄 也叫金饼 铺到锅里的褶子 自然也就更多 那烙出来的饼啊 自然也就更薄脆 我们北方人啊 会更爱这种口感 那隔壁小区的孩子多 肯定得两国投胃 那就都带去吧 哇 你们看 好肉食啊 香味召唤神兽 给 但是它是认真的 变头认可 瞬间围过来好多人啊 他人小孩都被相迷惑了 没事没事 尝一尝 哇 大家好热情啊 这个小区 更有人间烟火气啊 居然还有好多 我的小粉丝 我真的好好吃啊 这味道非常的容易 还有人们制作 这饼啊还啥啊 怎么制作 怎么做的呀 财富 就是 那今天晚上我直播做给您看 你们俩分享好不好 好的谢谢 10分钟没了 神兽玩耍归来 这么好就没了 我都还没吃够呢 哎呀没事 我晚上还直播做呢 也行 反正我目的达到了 啊 目的 什么目的啊 这边是 凡 你 最后 那边就是